佳琛 掌聲鼓勵一下 佳琛 愛你喔 業務做得好 東西賣得好 行銷做得好 東西好好賣 我是來自新世界行銷的佳琛 各位業愛的家人以及常樂的隊友們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喔 有這個機會能夠上台跟大家分享喔 去年的這個時候 2月份 算是我第一次上了MSP的時候 那剛好就來到這裡了 OK 我先跟大家做一下簡單自問介紹 時間不多好 我就掌握一下時間 過去我曾經在一些 運氣好在一些大公司裡面 做過行銷部門的主管 以及業務部門的主管 那後來呢 轉型到環球資源以及阿里巴巴 做B2B的國際海外市場開發 幫助我們的客戶 可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關稅協議的關係 台灣的製造業 製造業已經沒有辦法生存了 必須要轉型到品牌思維 於是我成立了新世界行銷 這家公司 希望能夠協助台灣的品牌商 正式打通全世界的市場 那未來我希望我們 當一個說故事的人 因為我總共拜訪過1000個廠商 聽過無數的故事 那就是從今天的故事開始說起 2013年我們成立這家公司 當時我們最主要是 以市場趨勢研究 以及移動行銷輔導 來開始這個事業 這是我第一個可能 OK 那 做了一年 我們生意也做得不怎麼樣 因為台灣的製造業 思維比較嚴重 所以對於品牌行銷市場的趨勢 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在意 第二年更慘 2014年我出了這個車禍 大概也是 正式手足的時候 正式斷掉 然後 後來接回來了 然後 接下來呢 我父親又主演做了250天 二代健保的關係 我在最後 2014年月底的時候 每個禮拜要付的醫藥費是12萬 各位 你們如果分為家人裡面 有做保險的話 跟他聯繫一下 OK 好 那 各位想喔 這一整年我幾乎都在醫院 那 到了年底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 嘖 過了一整年喔 這一年裡面我都在幹什麼 很像的很久 後來 一轉眼 2015年又到了怎麼辦 於是我就想說 好吧 你介紹從你一開始 反正 手斷掉眼界回來了 各位先送你去起來 OK 那 那 從離開Edgo一定是一個很美的書 各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越多的人 你組成的這些夢想 帶來的美好就會越多 而它真正的價值是體現在最左邊的那個一字 這個一字 各位 它就是你內心的目標 因為 另的對比 而這個另的對比 就是我們對於你的目標的堅持 你同意嗎 同意 同意 OK 所以2015年在我們這個B&I的這個家人的 薇雅老師的引導之下 我加入了長一月分會 然後 有學生就開始來了 從薇雅老師開始 我們碰到了另外一個夥伴 好像也在現場對不對 是我們那個Benson 那我跟Benson呢 也是一拍幾個馬上就合體了 然後再來呢 我們又跟Benson一起在大陸開發了 北新保利集團的副總 好 三合 然後此外呢 又透過薇雅老師間接關係 我們又認識了 這個上台節目製作人 賈鹽 東風衛士 然後呢 三合的關係 我們又引見出了 香港的SW Group的這個總裁 那這個集團其實都是台灣人 那慢慢呢 我就開始打造了一些不一樣的團隊出來 整個團隊呢 包含了 我像是 透過鍾先生 我們成立了全中國大陸唯一的台資跨境店商 可以把台灣品牌跟台灣產品 帶到中國大陸去 現在已經真實跟海關結尾成功了 那 有沒有掌聲一下 那再來 通過加一的運動 我們得到的新世界政業 成立了這家東西在上海 要把台灣品牌 台灣製造 帶到全世界 包含在上海 廣州 新加坡以及北美 要舉辦巡迴展 另外呢 在新聞的協助下 我們成立台灣品牌設計中心 希望通過品牌設計中心的推廣 讓台灣的製造業 開始從製造業思維 邁向品牌思維的未來 最後呢 通過三合 通過三合就直接把 保利的副總的工作辭掉 他直接加入我們公司 成為我們的夥伴 成立了東環世界通家公司 從中國大陸開始 把台灣產品帶到這個世界各地去 OK 那有一次一題呢 客戶在哪裡呢 我就想說 OK 可以這樣子吧 因為自行 MSP 聽什麼話講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家人 跟我們隊友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隊友 那我就很希望 能夠讓我們長遠的 所有的家人 都是我的隊友 而我也是他們的隊友 於是在我加入的第一個月 跟第二個月 我幾乎 盡量讓自己做到 每個禮拜 發生十個一對的禮物 OK 我們 謝謝 然後 我 也要求我自己 再通過了這麼多的一對一 了解我的家人參與之後 我一定要 讓自己 盡可能做到 每個禮拜 都盡可能提供三張迎接禮單 到今天為止 我都還在做這件事情 OK 最後呢 我還想說 多為家人做一件事情 好 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周婚的時候 協助我們的家人 是做這個PVT 做過分 很多人問我說 這個是一很無聊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做很浪費你的生命的時間 常常我在 禮拜二的晚上 我要加班到晚上 一兩點 三四點 就是為了幫我的家人 製作他的PVT OK 可是各位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我做了一個會期 就是六個月的時間 六個月之後 你知道我得到什麼東西嗎 在我的電腦裡面 有三十六句的答案 是我所有分會的家人 每一個人的情報 以及他們在周六分鐘 八分鐘 我所錄下的話題 我一直不停的在看看 我一直在看這些資料 我對我的家人 就會越來越了解 我也有辦法 能夠一個禮拜至少 退出三張營業單 你同意嗎 可以 可以 OK Give a skip 很快的 我們也得到了很多的收穫 在2015年的一月份 剛好也是那個時候 我加入BNI 去年的一月 當時我設定了一個營業目標 好 那加入BNI之後 到了五月份的時候 我的營業目標已經達成 年度營業目標已經達成了 都是我們家人給我的營業單 那一直到年底的時候 我們營業目標達成了五倍 好 非常乾淨 我們嘗一下 請各位好 今天大家說 我幫我嘗一下 真的謝謝 我會去營業 OK 另外在家人的寫術之下 我們在去年11月10天號 在台北小巨蛋 舉辦了一場集成招待會 正式啟動了 剛剛講的事業版圖 那我們的BANSEN呢 也給了一個很漂亮很美的名字 叫做方舟計畫 在這個方舟計畫的時候呢 其實會來賓總共150個左右 不喊媒體喔 其中有一百個家人 是來自於我們常業分會 以及常興分會的家人 今天大家可以跟我們講 一家孩子 那給我們BANSEN的掌聲好不好 BANSEN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OK 最後呢 我們又透過了那個 那個 高雄區的指導 齊富的協助 開啟我們 方舟計畫在台灣南人區的 整個事業體 以及招商的工作 OK 經過了這一年喔 這麼多的變化 讓我感觸真的很多 可是我最後會有幾句話 想要分享給大家 一個人喔 一個人也不能完成事業 一群人物叫做團隊 如果你在一個團隊裡面 有人喔 願意幫你做事 那是你是幸運的 可是如果在一個團隊裡面 所有的人都願意幫你做事情 各位 那是因為你在BMI 但是別忘了 所有的一切喔 不是因為你加入BMI才開始的 而是因為在你加入BMI之後 你開始為加入的輔助了 你同意嗎 我同意 OK give us gain 這是我在場 這一年來的最大的收穫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對於我們 關於方舟計畫 各位如果有機會 分享給你們 分享給我們 謝謝大家 好有沒有受到 實心的事